宋朝末年 南康军一带有个姓张的武夫 此人自幼习武 身手了得 他本是一个武馆的老板 兵荒马乱之际 他带着自己的一众徒弟 成立了一个标局 专门替人押送货物 还经常和官府合作 在当地颇有名气 张武夫有个姓夫 名唤张天宝 作为标局的少东家 张武夫一直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他未来能够替自己 将标局经营下去 张天宝也是个练武奇才 从小就十分刻苦 可天不遂人愿 张天宝17岁那年 在一次走标途中 遭遇了贼人的袭击 张天宝和几个标师断后掩护 结果被打成重伤 虽简回忆一条命 可又必受到重创 这辈子都没法再握刀了 这也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没办法 张武夫只好叫儿子在标局处理后勤 还给他讨了个温柔贤淑的媳妇 其他标师也对此感到惋惜 想招法逗他开心 希望他能早日走出心中的那道坎 张天宝的妻子名叫武瑶 他了解丈夫的遭遇 可他跟其他人不同 他没有劝张天宝放弃 而是鼓励他继续锻炼 克服生理上的问题 并相信他有朝一日 定能回到走标的队伍当中 在武瑶的陪伴下 张天宝渐渐恢复了信心 并常常趁着别人走标的空档 在家中苦练左臂 既然右手不行 那他就要把左手练得跟右手一样灵活 张武夫得知此事后 并未阻止 而是一直在暗中观察 默默支持儿子 这年中秋 其他标师都回家过节去了 武瑶也想回娘家看看 夫妻俩本想让张武夫一起去 可张武夫担心 期间有人会来委托走标 就让他俩自己去了 恰巧有个标队 准备护送一批粮食 到武瑶娘家附近 张武夫便打了个招呼 让二人跟着标队一起上路了 这样遇事也好有个照应 可张武夫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做了今生最错误的选择 三天后 张武夫忽然收到消息 儿子儿媳跟着的那个标队 遭到了一大批山贼的袭击 整队人都被打散了 张天宝和武瑶也失踪了 张武夫大吃一惊 立马召集众人前往搜寻 可在那附近一连找了三天 都没能发现二人的下落 就在张武夫失去希望之际 武瑶背着身受重伤的张天宝回来了 张天宝浑身是伤 好在都得到了及时的处理 只是昏了过去 并无大碍 武瑶也没什么事 只是有些脱力 武瑶告诉众人 他们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贼人忽然出现 好在张天宝在关键时刻 使出左手刀 带着武瑶杀出了一片血路 掏出了包围 之后 他们被一个路过的农夫搭救 并为张天宝处理了身上的伤口 为了不让公公担心 他才立刻带着张天宝回来了 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儿子 张武夫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作为硬汉的他 也难得留下了一滴浑浊的泪水 张天宝恢复得很快 没几天身上的伤就全好了 更为神奇的是 他原本受到重创的右手 居然也恢复了正常 如今的张天宝 不仅能够重新习武 甚至能够使出双手刀 就连张武夫都有些不是对手了 真可谓因祸得福 可众人还没高兴两天 武瑶的身上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这天 父子俩正在后院练武 府上的丫鬟急匆匆跑来 老爷 少爷 少夫人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再这么下去 身体会垮的 你们快去劝劝吧 二人听后大吃一惊 赶忙来到了武瑶的房间 可奇怪的是 当时正值夏日 天气燥热 武瑶却穿着冬天的衣服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 脖子上还围上了丝巾 模样甚是奇怪 张天宝还以为妻子生病了 扭头就要去请郎中 却被武瑶出口拦下 相公莫要惊慌 只是上次见识到了走标的危险 心中有些不安 没什么胃口 过几天就没事了 张武夫一听 心中顿时明白了七八分 儿媳这是被吓着了 毕竟上次死里逃生 毕竟见了不少血 她一个久居深归的妇人 一时间自然难以接受 这是心病 随后 她将儿子拉出房间 并叮嘱她 这几日准备一些 安神助眠的药物 给武瑶吃 还让她不要将 刀枪剑戟等武器 放到她面前 张天宝听后点了点头 立马起身 将院子里的训练道具 给搬了出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可武瑶的病情 却始终不见好转 仍旧冬一下穿 不吃不喝 可奇怪的是 整日不吃不喝的儿媳 却日益美艳 其皮肤愈发娇嫩 在太阳光下 甚至能够反光 犹如冬日 晶莹剔透的冰块一般 俗话说得好 民以食为天 武瑶越漂亮 张武夫就感觉越不对劲 从二人回来至今 武瑶已经快一个月 没吃饭了 正常人早就饿死了 他就是担心 儿媳这是回光返照的表现 可他又不愿意看郎中 这叫父子俩十分担心 这天傍晚 张武夫陪着儿子上街闲逛 想着买点小玩意 逗武瑶开心 两人刚出门没一会 就碰到了一个胡子花白的老道士 道士在看到张天宝后 顿时两眼放光 凑到其跟前又摸又闻 张天宝有些猛 还是张武夫及时反应过来 立马躬身行礼 道长此举何意 我儿身上可是有什么怪异之处 道士听后大笑起来 你儿子没什么 不过你那儿媳 道士大有来头啊 父子俩听后半信半疑 道士却摆摆手继续道 若想知晓事情 回家让你家儿媳洗个澡就行了 言罢 道士拂袖离去 回家后 二人立刻按照道士所说安排 张武夫吩咐家丁烧水 张天宝则去劝妻子武瑶洗澡 软磨硬泡了半天 武瑶终于同意 但他有个条件 那便是不需要侍女伺候 也不允许张天宝靠近 张天宝明面上答应 实则悄悄跟着父亲溜到了门外 二人听到水声后 张武夫指了纸窗户 轻声道 你进去看看到底怎回事 若有情况我再进去 若没事就速速出来 张天宝点点头 随即纵身钻进了房间里 不一会 屋里便传来了二人的尖叫声 随后张天宝惊恐道 爹 你快来 大事不好了 张武夫听到呼喊后 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也顾不上男女之别 立马跳进了房间 可当他看到眼前的武瑶时 却愣在原地 因为武瑶的身体 除了手脚和脑袋外 已经全部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阳光甚至能够直接穿过他的身体 父子俩被吓得魂飞魄散 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武瑶倒是十分淡定 他拿起衣服轻轻披上 并向二人道明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一个月前 他和张天宝遭遇袭击后 两人的确逃出了包围 可张天宝却因伤势过重死了 当时他遇到了 也不是什么农夫 而是一个四羊四狗 头上长脚 还能口吐人言的一手 这只异兽的身体是透明的 若不是主动现身 武瑶根本无法发现 这异兽自称为 他表示自己可以救张天宝 甚至可以修复他身上所有的损伤 可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武瑶要将灵魂给他 并变化成他的同类 陪在其身边 看着怀中已经死去的张天宝 武瑶没有犹豫 当即同意了的要求 也很守信 立马用自己的透明的血液救活了张天宝 还留给武瑶四十九天的时间 与他们告别 四十九天之后 武瑶的身体就会完全透明 最后变成了同类 回到他的身边 为了不让家人知道 他才穿上东衣 遮挡已经变透明的地方 而这种异兽不需要进食 也不会生病老去 因此武瑶一个多月不吃饭 也没什么问题 得知真相后 公公张武夫当即跪地 失声痛哭起来 张天宝则一脸不可置信 他冲上前紧紧抱住妻子武瑶 眼泪不断涌出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他本就打算 今日跟他们坦白 下一秒 武瑶的手脚和头颅 全部变得透明 而他也彻底消失在了空中 武瑶的离去 叫父子俩悲痛欲绝 怎料第二天 武瑶居然去而复返 而他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原来 被他和张天宝之间 深厚的情意所感动 最终选择了释放武瑶 成全二人 自那以后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张武夫也关闭了标局 转行做起了生意 毕竟标识这种刀尖舔血的工作 实在太过危险 他可不想再失去儿子儿媳一次了 南朝时期 近邻有个姓胡的老婆婆 她早年丧夫 和女儿翠云相依为命 翠云生的花容月貌 她十八岁那年 登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胡婆婆一心想让女儿嫁个好人家 因此她给女儿挑选夫婿十分慎重 并未轻易为女儿定下婚事 那一年秋天 胡婆婆带着翠云去山上的寺庙烧香 下山回去的时候 胡婆婆不慎崴了脚 疼痛难忍 无法挪动一步 翠云是个弱女子 根本背不动胡婆婆 正当母女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叫静子光的年轻乔夫忽然出现了 静子光长得人高马大 她砍柴经过这里时 发现了母女俩的窘境 便主动上前帮忙 将胡婆婆背下山 送回家中 胡婆婆见静子光生的相貌堂堂 为人善良正直 当她得知静子光还不曾定亲的时候 便提出将翠云嫁给她 静子光见翠云生的美貌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门婚事 因静子光早早失去了父母 在胡婆婆的操办下 静子光便与翠云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静子光和翠云成婚以后 就将胡婆婆接到自己家中 与翠云一起孝顺胡婆婆 两个月后 翠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静子光得知自己马上就要做父亲了 高兴得何不拢嘴 更加善待翠云 静子光日夜期盼 终于等到翠云临盆那天 接生婆和胡婆婆在屋内帮助翠云生孩子 她则焦急地站在门外等待 也不知过了多久 静子光忽然听到屋内传来 接生婆和胡婆婆惊恐的叫声 她急忙冲进屋里 却看到接生婆脸色惨白地坐在地上 胡婆婆的脸色也十分难看 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胡婆婆看到静子光冲进屋 颤抖地指着床上说道 女婿 翠云竟然生下两只猪仔 静子光往床上看去 发现翠云已然昏睡过去 她身边则趴着两只猪仔 静子光看到这一幕 并没有显得很吃惊 反而笑着说道 一下子有了两个孩子 我有福了 静子光说着便上前抱起那两只猪仔 说来也怪 她抱起那两个猪仔以后 猪仔竟然变成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 接生婆与胡婆婆看到这一幕 惊讶得何不拢嘴 静子光担心他们害怕 先是安抚了他们几句 这才说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静子光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野猪精 当时胡婆婆在山路上崴了脚 翠云在一旁哭得梨花待雨 静子光看了心声不忍 才会变成人形帮助他们 后来胡婆婆提出将翠云嫁给静子光 静子光高兴不已 她有心说明实情 又担心胡婆婆和翠云会嫌弃她猪妖的身份 便一直隐瞒着他们 静子光说明真相后 又看着胡婆婆说道 岳母 我是个猪妖 翠云才会生下猪仔 但是这两个孩子也是翠云的骨血 也会变换成人 虽然我是个妖怪 但是我从没有害过人 我也是真心喜欢翠云 真心孝顺您 若您不能接受我的身份 我就离开这里 再也不打扰你们 胡婆婆得知静子光的真实身份后 虽然有些害怕 但是她看到静子光双眼含泪的模样 知道她是真心对自己和女儿好 就笑着对她说道 你虽是个猪妖 却比人还要有情有义 你对翠云的好 我都看到眼里 将翠云交给你 我很放心你 静子光看到胡婆婆 并没有因为她是猪妖 而嫌弃她的真实身份 心中十分感动 再三保证会善待翠云 后来 静子光施法抹除了 接生婆脑海中的这段记忆 给了她接生的费用以后 便客气地将她送走了 翠云醒来以后 静子光也将自己的身世身份 告诉了翠云 翠云身为静子光的妻子 自然不会嫌弃她的身份 何况静子光对她的好 她能够真实感受 她表示自己既然已经嫁给了 静子光 就会接受她的一切 静子光看着翠云温柔的眼神 知道自己取对了人 此后她尽自己所能照顾着妻儿 一家人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 故事后 苏州府有个叫王灵溪少女 她十七岁时 嫁给了一个叫冷俊茂的木匠 两人婚后相处恩爱和睦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 冷俊茂给一户人家的房子上粮时 不幸摔断了双腿 再也无法站起来 王灵溪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的重任 王灵溪为了赚钱养家 便在城外的关路边 开了一家面馆 她亲自长厨下面 做起了厨娘 王灵溪做出来的面香气扑鼻 又便宜又好吃 可来吃面低客人却非常少 这让王灵溪十分苦恼 王灵溪一边忙着面馆的事情 一边还要照顾丈夫 因此她每天她每天天不黑 便收摊回家了 当她向丈夫抱怨面馆生意不好的时候 丈夫表示可能是她收摊太早的原因 她让王灵溪安心忙生意上的事情 不要因自己分心 她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王灵溪听从丈夫的建议 次日就一直等到天黑还没收摊 没想到天黑以后 面馆里的客人竟然真的渐渐多起来 奇怪的是那些客人来后就要了一碗面 吃完以后也不离开 一坐就是一夜 直到天快亮时候 他们才会匆匆结账离开 王灵溪虽然不明白那些人为何迟迟不离开 但是她一晚上忙得不可开交 还赚了许多钱 便没有在意这些细节 天亮以后 王灵溪收摊回家 她高兴地向丈夫说道 看来你说的是对的 晚上的时候生意比白天厚 既然这样 以后我白天收摊歇息 晚上再开门做生意 王灵溪将卖面赚到的钱 仔细数了一遍 然后将那些钱放在一个小桃罐里 便躺床上休息 她累了一晚上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不料她睡着以后 竟然梦到了一条青色母蛇 母蛇还开口对她说道 别高兴了 他们不是人 王灵溪认识梦中的这条大蛇 三个月前 她回娘家看望生病的母亲 走到半路时 遇到了这条受伤的大蛇 当时这条大蛇奄奄一息地 卧在路边 浑身是血 是王灵溪拿出手帕 帮她清理了伤口 还给了她吃食 才救了母蛇一命 王灵溪本以为再也见不到这条母蛇了 没想到竟然在梦中见到了她 可是母蛇说 她们不是人 她口中的她们是谁 母蛇看到王灵溪没明白自己的意思 叹息着对王灵溪解释道 昨晚来你面馆吃饭的那些人 都不是人 而是一些孤魂野鬼 他们给你的也都是冥币 原来王灵溪的面馆之所以生意不好 是因为那面馆下面是个乱葬岗 埋着很多死去的人 那些鬼恼恨王灵溪踩着他们的尸骨做生意 故意施法让别人注意不到王灵溪的面馆 因此王灵溪面馆的生意才会非常差 那天晚上 地下的鬼魂们看到王灵溪迟迟没有关门离去 便商量着一起捉弄王灵溪 他们便来到王灵溪的面馆吃面 还故意在王灵溪的面馆做了一夜才离开 而他们给王灵溪的钱 都是死人才能用的冥币 母蛇在梦中再三叮嘱王灵溪道 你救了我 我给你托梦就是为了报恩的 活人是不能花死人的冥币的 那些钱你留着不好 可能会有损你的寿命 你还是赶快还回去吧 王灵溪梦醒以后 立刻去查看存钱的陶罐 结果却发现那些钱真的变成了冥币 他这才意识到 母蛇在梦中说的都是真的 于是次日一早 王灵溪便请来一个道士 超度了那些亡魂 并让道士将那些冥币都还了回去 后来王灵溪找了一个地方重新开面馆 因她的面做得好吃 生意自然越做越好 每天都宾客满座 从那之后 她变得小心谨慎 再也没有遇到过奇怪的事情了 我姓秦已经61岁了 内心依旧保留着一份难能可贵的纯真与浪漫 这份性情或许正是我当初毅然决然选择与前夫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根源所在 尽管这段婚姻最终未能圆满 以二婚作为了她的据点 我们的相遇 源于一场自由恋爱的浪漫邂逅 她 一个出身贫寒 却满腹才情的青年 以时为美 以化传情 在那个情人节 没有奢华的礼物 仅以一束路边采摘的无名野花 便轻易俘获了我那年轻而易感的心 我们迅速坠入爱河 谈婚论嫁之事也随之提上日程 我的家庭背景相对因时 父母在繁华都市中拥有房产与车辆 且膝下仅我一女 自是对我宠爱辈志 让我得以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成长 未曾真正领略过社会的艰辛与挑战 这份宠爱也塑造了我性格中那份难能可贵的纯真与简单 因此 当父母对我与前夫的婚事表示反对时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违背他们的意愿 坚定地要与那个男人共赴婚姻的殿堂 至今 我仍清晰地记得母亲那番语重心长的话语 而啊 你怎如此糊涂 爱情岂能当饭时 你此刻被情感蒙蔽了双眼 只看到她的好 却未曾想过 当激情与浪漫退去 她又能给你什么 遗憾的是 那时的我并未能完全理解母亲的深意 时间最终证明了父母的先见之名 前夫虽擅长甜言蜜语 却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与担当 他空有远大的志向与梦想 却从未脚踏实地地为之努力 我父母曾试图通过人脉 为他安排一份轻松的工作 但他却因好高误远 懒惰诚性 而未能长久 而我 虽拥有一份稳定的编制工作 但微薄的薪水 仅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自从有了孩子 生活更是捉襟见肘 前夫非但未能成为家中的支柱 反而逃避责任 既不愿分担育儿之责 也不愿外出工作 整日沉迷于麻将桌旁 与一群狐朋狗友为伍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 是娘家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与帮助 前夫来自农村的家庭 在经济上 无法给予我任何援助 更令我痛心的是 他婚后的变化之大 简直判若两人 婚前的浪漫与温馨 仿佛只是过眼云烟 婚后留下的 只有无尽的琐碎与烦恼 这样的反差 让我无法忍受 最终 我选择了结束这段婚姻 明朝时期 顺德府有个叫徐仙的木匠 他年方三十 勤劳能干 木匠活继做得十分出色 为了赚钱养家 徐仙经常外出寻找活继 经常三五个月才回家一趟 因此他很少有时间陪伴妻子叶盈盈 惹得叶盈盈时常抱怨 他不顾家 徐仙为了哄妻子开心 每次外出回家的时候 都会给妻子带一件精致的首饰 并将赚来的钱都交给妻子打理 叶盈盈看在首饰和钱的份上 倒是没有再抱怨徐仙 那年中秋节 徐仙在外忙完了活继 便连夜从外地往家赶 想要陪伴叶盈盈过中秋 他回到家的时候 一时深夜 徐仙为了给妻子一个惊喜 便悄悄翻过墙头进了院子 结果却发现屋里的灯还亮着 并且屋里还传来妻子 与一个陌生男人的说小声 徐仙听到房中传来男人的声音 顿时明白了什么 他脸色难看地走到窗边 捅破了窗户直往屋内看去 却发现妻子与一个陌生男子同踏共枕 徐仙发现妻子贪淫 背叛了自己 只觉得怒火中烧 徐仙正要冲进去教训他们时 却听到妻子和陌生男人讨论 要给徐仙的父母做场法事 原来徐仙的父母在一年前相继去世 并不是如妻子所说得了疾病 而是徐仙的父母发现了叶盈盈的不忠 叶盈盈便狠心谋害了徐仙的父母 叶盈盈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 时常梦到公婆所梦 才想给他们做一场法事 超度他们的亡魂 徐仙得知父母惨死的真相 发誓要让这对男女 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于是他并没有声张此事 而是等到那对男女熟睡以后 悄悄溜进屋内 偷走了叶盈盈三根头发 徐仙是个木匠 他当年拜师学艺的时候 从师父那里学了很多东西 师父还将独门法术传给了他 因此他会很多常人不会的法术 徐仙偷走叶盈盈的头发以后 便离开了自己家中 随便找了一家旅店安身 思索着该如何教训叶盈盈他们 天亮以后 徐仙终于想到教训他们的方法 只见他用自己的鲜血 将三根头发进 然后又用木头雕刻了 一男一女两个小人 并将那三根头发 缠在了女木头小人的脖子上 并用布蒙住了男木头小人的眼睛 徐仙施法以后 当晚就传来叶盈盈的惨叫 当天晚上 叶盈盈又与情人胡一芳私会的时候 胡一芳忽然看到叶盈盈的脸 变成了徐仙母亲的脸 当时是胡一芳与叶盈盈 一起害死了徐仙的父母 她以为徐仙母亲来找她报仇了 吓得她魂飞魄散 叶盈盈也将胡一芳 看成了徐仙父亲的模样 吓得她不断惨叫 胡一芳以为徐仙母亲再喊救命 担心她的声音将人喊来 情急之下便掐住了叶盈盈的脖子 直接掐死了她 胡一芳掐死叶盈盈以后 才反应过来是自己看花了眼睛 这才害死了叶盈盈 她正想要逃跑的时候 徐仙带着几个官差冲了进来 胡一芳当即被捉拿归案 胡一芳害人以后 被当场拿住 根本无从抵赖 公堂之上 她又交代了害死徐仙父母的经过 她因作恶多端 被判了斩首示众 胡一芳服罚以后 徐仙来到父母坟前 烧掉了那两个小牧人 她一字一句地说 爹娘 我终于给你们报仇了 当时徐仙去官府报仇时 只说自己发现了妻子的丑事 并且没有将自己施法 暗中操控胡一芳掐死叶盈盈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 这件事 她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根本没有人怀疑到她 人们都只以为徐仙是个被妻子背叛的可怜人 这件事过后 徐仙去了外地生活 再也没有回来过 清朝末年 江宁有个叫王孝德的父户 他为人老实忠厚 勤劳能干 因祖上留下了几十亩田地 王孝德又是种田的好手 他带领着长工们 一日日忙碌下来 每年都能有个好收成 手里还能有些余钱 那年夏天 王孝德家里的老房子忽然塌了 恰好当时王孝德的儿媳也快临盆了 他为了迎接孙子 便放弃了修缮房子的想法 准备拆掉老房子 新建一座房子 王孝德特意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开土洞工 没想到开洞的第一天 就发生了一件怪事 尼瓦匠拆掉旧房子之前 王孝德特意在屋里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任何异常 才带着尼瓦匠们动手拆掉了旧房子 没想到旧房子拆回以后 尼瓦匠们动手整理碎砖泥块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条被压死的母蛇 据说每户人家都会一条家蛇 那条母蛇应该是藏在隐蔽的地方 才没有被王孝德发现 王孝德见到那条母蛇都被压扁了 心中非常不安 担心会影响自家建房 便将那条死去的母蛇妥善安葬 又请来一个道士超度了那条母蛇 没想到当天夜里 王孝德就梦到了那条母蛇 在王孝德的梦中 那条母蛇变成了一个穿着白色衣裙的美貌妇人 她生得肤白貌美 左眼下有一颗红色肋质 她扑通一下跪在王孝德面前 满怀感激地说道 多谢恩公救我 若不是您家拆房将我砸死 我也不知自己要等多久才能投胎为人 王孝德看到母蛇变成一个人 本是非常害怕的 可她见白衣妇人跪在自己面前 只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样的大礼 便急忙上前扶起白衣妇人 并向她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位大嫂 我家拆房 无意将您砸死 您为何向我道谢呢 白衣妇人从地上站起来 缓缓叹息一声 才向王孝德说明其中经过 原来白衣妇人变成蛇之前 是一个恶毒的寡妇 她为了养活一双儿女 便与村中几个无赖联手 利用她的美貌 给人设下圈套 骗人钱财 等到上钩的人交出钱财后 她就会帮那几个无赖 一起将那些人杀害 白衣妇人表示 她害了太多人 最终被官府抓获 怕了斩首示众 她的一双儿女 也因她受到牵连 被赶出村子 流落一乡 最终饿死在路边 白衣妇人说到这里 忍不住泪流满面 她擦了擦眼泪 接着说道 因我生前做了太多恶事 阎王爷盼我投胎成蛇 他说 我只有在意外中死去 来世才能投胎成人 否则 我就只能永远是一条蛇 白衣妇人表示 王孝德带着尼瓦将们 拆房子的时候 她当时正躲在房梁上睡觉 根本没想到 王家会忽然拆房子 她因此被意外砸死 摆脱了永远成为蛇的命运 她来世就能转世 投胎成人了 白衣妇人因此 对王孝德充满了感激 这才给王孝德托梦 向她表示谢意 王孝德听白衣妇人说明真相以后 只觉得唏嘘不已 白衣妇人生前做了许多恶事 尝到了恶果 甚至还连累了一双儿女 王孝德得知白衣妇人马上就要投胎转世 便叮嘱她道 希望你来世能好好做人 不要再落得这样的下场 白衣妇人喊泪点点头 随后就变成一道清烟离开了 白衣妇人离开以后 王孝德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她想起白衣妇人的经历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此时窗外天色还未亮 王孝德翻了个身 正要接着睡觉 忽然听到儿子喊仆人请接生婆的声音 原来怀孕的儿媳就要生了 王孝德喊醒妻子 夫妻俩急忙前去帮忙 天亮的时候 王孝德的儿媳生下一个女婴 那女婴左眼下竟有一颗红色肋质 王孝德知道这个女婴就是她梦中的妇人 也是那条母蛇 没想到她竟投胎到了自己家里 于是王孝德亲自给那女婴取名叫贤安 用心照顾教养 贤安被王家人教导的支离董事 心地善良 她长大以后经常施舍穷人 帮助贫困百姓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大善人 明朝时期苏中有个叫燕士三的农夫 他年过三十 为人老实忠厚 待人真诚 没有什么心眼 因此总是被人欺负 连他的妻子杨氏都看不起他 经常骂他没出息 即便如此 燕士三仍旧每日笑呵呵的 从不将这些话放在心里 那日傍晚 燕士三下地干活回家 妻子忽然拿着一张有些年份的图纸 指着其中一处对燕士三说道 今日我回娘家 父亲拿了这张图纸给我 他说 这个地方有我家祖先藏下的珍宝 只要挖出来 咱们夫妻就吃喝不愁了 燕士三听到妻子这么说 心中却十分怀疑 他忍不住询问妻子 既然这是一张藏宝图 岳父为何不将他给救兄 为何给咱们夫妻 自然是我深得父母疼爱 父母才将这张藏宝图给我 妻子白了燕士三一眼 皱眉说道 明日你便去山上挖宝 若是挖不出来 你就不用回来了 燕士三万分不想去 可是妻子逼迫他去 他只得听命行事 四日一早 燕士三在妻子的威逼利诱下 带了五天的干粮 找到藏宝图上所说的那个位置 开始挖了起来 阴山中石头比较多 挖起来十分艰难 燕士三一直挖到天黑 也没有挖多深 自然也没有挖出什么东西 燕士三啃了几口干粮 便爬到一棵树上休息 天亮以后 他去附近的小溪边洗漱了一番 又开始继续挖 燕士三正挖得起劲 一个声音忽然从他背后传来 年轻人 你在这里挖什么 燕士三回头看去 就见身后站着一个慈眉善目的老汉 燕士三客气地对老汉行了一礼 便将自己挖宝的事情 告诉了那老汉 没想到那老汉听到燕士三的话 却皱眉对他说道 你被你的妻子骗了 你挖的是你的坟墓啊 白胡子老汉告诉燕士三 自己是这座山的山神 他活了上千年 从不曾见有人 在这座山埋过宝藏 杨氏匡骗燕士三来山上挖宝 一是想打发走燕士三 趁机和情人私会 二是想等到燕士三将这个洞挖到一定的深度 他们就将燕士三推到这个洞里活埋 我见你是个好人 不忍你被欺骗失去性命 这才告诉你实情 山神叹息着对燕士三说道 你若不相信我的话 今日夜里你悄悄回家一趟 不要让你的妻子发现你 你可暗中看看你妻子做了什么 燕士三不相信杨氏会害自己 当天半夜 他便偷偷翻墙回了家 他进了院子 发现妻子屋内的灯还亮着 屋里还传来妻子和一个男人的说小声 燕士三小心走到窗外 捅破了窗户直往屋内看去 就见妻子和一生陌生男人 衣衫不整地躺在床上 两人还在骂燕士三蠢笨 燕士三看见妻子笑眯眯地对那个男人说 燕士三一向害怕我 他吃不完身上的干粮是不敢回来的 等到五天以后 他挖好了坑 咱们就将他埋那个坑里 到时咱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燕士三亲眼看见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又听到妻子这么说 才相信了山神的话 他没想到自己真心对待妻子 妻子却为了另一个男人 想要了自己的命 燕士三得知真相伤心不已 他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便回到山上 向山神哭诉心中的委屈 山神见燕士三哭得如此可怜 便对燕士三说道 你别伤心 我帮你出气 山神最讨厌杨士这种人 他为了帮燕士三出气 就将杨士和他的情人变成了穿山甲 让他们生生世世在山上挖洞 杨士他们总算是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 至于燕士三 他在山神的帮助下 重新娶了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开始了新的生活 燕士三因此对山神充满了感激 为了感谢山神的帮助 他还在山脚下建造了一座山神庙 让山神享受香火供奉 古时候 封城有个叫一天兴的年轻农夫 他生得相貌堂堂 为人勤劳能干 是种地的好手 因他时常帮扶弱小 村里人都很喜欢他 一天兴家中 有祖上传下来的七八亩粮田 每年到了收麦子的季节 一天兴便面朝黄土备朝天 顶着烈日 挥舞镰刀 在田里收割麦子 还要将割好的麦子 送到打鼓场上晾晒 为了防止有人来偷麦子 每日晚上 一天兴就会在打鼓场守夜 那一日夜晚 一天兴吃过晚饭以后 又来到打鼓场守夜 不料到了半夜的时候 一天兴忽然被一阵 女人的笑声吵醒 他迷迷糊糊地坐起身 就看到不远处的歪脖子树上 坐着两个穿着白色衣裙的少妇 两个少妇各提着一盏跳跃着蓝色火焰的隐魂灯 一天兴看到那两个白衣少妇手里的隐魂灯 就知道他们不是人 一天兴竖起耳朵偷听那两个少妇讲话 却从他们的对话中 得知这两个少妇都是吊死鬼 那两女鬼背对着一天兴 一天兴看不清他们的样貌 只听其中一个女鬼说道 我看上了村里一个叫子秦的寡妇 她膝下没有子女 又没有亲人帮衬 日子过得孤苦 我已经将索命的麻绳丢在了她家院子里 冥完子时 我便哄骗她上吊成为我的替身 这样我就能解脱了 女鬼口中的子秦 一天兴并不陌生 正是她的邻居 说起子秦 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她十六岁时 被父母卖到这户人家给新郎冲喜 不料她刚和新郎拜过天地 病重的新郎便一命呜呼了 公婆认为子秦克死了自己的儿子 每日对她非打即骂 后来子秦的公婆相继离世 村里便有传言说子秦是天煞孤星 与她生活在一起的人都会被她克死 因此没有人敢再去子秦 其实子秦才二十一岁 又生的美貌 完全可以不顾流言再改嫁 可她却好像认命了 每日身居简出 独来独往 从不与村里人打交道 一天兴与子秦是邻居 她经常看到子秦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绣花 面容凄苦 那模样让她十分心疼 其实一天兴早就心仪子秦 只是她害怕子秦会拒绝自己 一直不敢表明心意 如今听到那吊死鬼要害子秦 一天兴再也坐不住了 她等到那两个吊死鬼离开以后 便一口气跑到了子秦家门口 一天兴敲开了子秦家的门 将自己听到女鬼对话的事情告诉了子秦 子秦听到吊死鬼要来害自己 吓得面如土色 她不安地询问一天兴 这可怎么办 我该怎样才能对付吊死鬼 一天兴安抚子秦道 你别怕 我会帮你的 我们先找到吊死鬼丢在你家院子里的麻绳 再做打算 一天兴小时候便听人说过 吊死鬼的麻绳恶臭难闻 上面还有斑斑血迹 吊死鬼将麻绳丢在谁家 次日夜里 吊死鬼便会寻着麻绳上的臭味找来 害死选中的目标 一天兴进了子秦家门 果然在院子里 找到一根恶臭难闻的麻绳 她直接将那根麻绳烧成了灰 随后又鼓起勇气对子秦说道 你日子过得凄苦 整日自怨自艺 吊死鬼才会盯上你 其实每个人都只有这一辈子 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开开心的 若你相信我 我愿意娶你为妻 让你过上好日子 子秦听到一天兴的话 一双碱水秋铜 瞬间变得亮晶晶的 她直勾勾 看着一天兴问道 你就不介意别人的流言蜚语吗 一天兴郑重对子秦说道 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自己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子秦建议天兴说的真心实意 被她的诚心打动 便决定嫁给她 一天兴虽然烧掉了吊死鬼的麻绳 但她还是担心那吊死鬼会找来 为了更好地保护子秦 天亮后 一天兴便将子秦取进家门 此后两人生活的幸福美满 他们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一天兴和子秦都不知道 他们的洞房之夜 那两个女鬼在窗外开心地手舞足蹈 两个女鬼都开心地表示 他们又凑成了一对 原来那两个女鬼并不是真的要找替身 而是为了促成一天兴和子秦的婚事 才故意说出那番话 其实那两个女鬼生前都是寡妇 他们都是被族人逼迫致死的 知道寡妇的日子不好过 因此他们死后便一直暗中帮助所有的寡妇 他们就是看出了一天兴对子秦的心意 才设计让他找到子秦表白 一天兴才能和自己的心上人拜堂成婚 近代时期 晋灵有个叫祝大肠的农夫 他三十多岁 生得相貌堂堂 为人老实厚道 待人真诚 还是个热心肠 经常帮助别人 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 祝大肠是个非常勤奋能干的人 每日天刚亮 他就会下地干活 除了回家吃饭 他基本上都会在田里忙一整天 那一日 祝大肠一大早便去田地干活 不料他因此遇到了一桩怪事 祝大肠走到田里的时候 发现田边有很多血迹 田边的草丛里仿佛还有什么东西在动 祝大肠急忙走过去查看 发现是一只奄奄一息的黄鼠狼 那只黄鼠狼不知为什么断了尾巴 他躺在地上浑身发抖 那模样看起来十分可怜 祝大肠是个善心人 他看到那只黄鼠狼的模样 只觉得心生不忍 便将黄鼠狼带回家中 小心为黄鼠狼包扎了伤口 并精心照顾着他 令祝大肠感到奇怪的是 黄鼠狼的伤口恢复得很快 不过三四日的功夫 那只黄鼠狼就变得活蹦乱跳的 还重新长出了尾巴 祝大肠见到黄鼠狼恢复得这样快 只觉得十分神奇 他见黄鼠狼恢复了正常 便将黄鼠狼带到野外放生了 黄鼠狼临走之前 忽然看着祝大肠说道 你马上大祸临头了 祝大肠听到黄鼠狼说话 只觉得又惊又奇 心里也觉得有些害怕 他忍不住后退了两步 才询问黄鼠狼道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黄鼠狼叹息一声 严肃地对祝大肠说道 我是一条修行百年的黄鼠狼 因讨风失败才断了尾巴 你救了我的命 我心中十分感激你 可是我不能泄露天机 我只能告诉你 明天晚上 你和你的家人 千万不要睡在你家的房子里 否则你们一家人都难活命 黄鼠狼说完这句话 就转身离开了 祝大肠救了黄鼠狼的命 他知道黄鼠狼绝对不会欺骗自己 于是到了第二天 祝大肠便送妻儿到岳家避祸 他则借住在邻居家中 躲在暗处看着自家的房子 不料他因此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半夜的时候 忽然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祝大肠借着闪电的光亮 看到一条白色大蛇爬到了自家屋顶杜劫 只见一道道天雷下来 自家的房子很快倒塌 那白蛇也变成一条白龙飞走了 祝大肠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十分后怕 他这才明白黄鼠狼为何叮嘱他 不要睡在自家屋内 如果没有黄鼠狼的提醒 他没有提前做准备 他们一家就会在瘫倒的房子下 压成肉酱了 可是这条白蛇为何不在山中杜劫 怎么会到他家屋顶杜劫呢 住大肠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心中非常不解 不知道那白蛇为何在自家屋顶杜劫 直到黄鼠狼给祝大肠托梦 他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在一百多年前 祝大肠的祖先曾经误伤过白蛇 差点导致白蛇失去生命 这条白蛇非常记仇 他知道自己杜劫成功成仙以后 就无法报仇 才故意选在祝大肠家的屋顶上杜劫 想要在杜劫的时候 害死祝大肠一家 幸好黄鼠狼感念祝大肠的救命之恩 为祝大肠算了一挂 知道祝大肠会有这一劫难 提醒了祝大肠 祝大肠一家 这才逃过一劫 祝大肠知道真相后 深感万物有灵 他也因此知道 动物会记得你的好 也会记得你的不好 从此以后 祝大肠若是遇到需要帮助的动物 总是会伸出援助之手 尽力帮助他们 后来 黄鼠狼给祝大肠送来银钱 帮助他重建房子 黄鼠狼报了恩 便再也没有出现 而祝大肠一家 也没有再遇到过怪事了 北宋年间 云州有个年轻的妇人 名唤周婷 周家本是名门望族 周婷的父亲 则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富商 在周婷的记忆中 父亲是个温柔善良之人 常常接济当地贫苦百姓 颇有声望 父女俩过着衣食无忧的安稳生活 在周婷八岁那年 父亲送给他一只喜鹊 这只喜鹊模样奇特 其全身的羽毛都是青色的 鸟嘴、尾巴和眼睛却是白色的 父亲告诉他 这只喜鹊是他在回家的路上捡到的 由于翅膀受伤 无法飞行 他便将其带了回来 在周婷的悉心照顾下 这只喜鹊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周婷十分喜欢他 去哪儿都将其带在身旁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却毁掉了这简单幸福的生活 一天傍晚 周婷刚刚睡下 喜鹊忽然飞到其床边 轻轻将其灼醒 并发出了阵阵鸣叫 仿佛要带着他出门 周婷有些猛 可还是穿着衣服走出了家门 可他刚走出没多远 大地忽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周婷一个没站稳跌坐在地 还没等周婷反应过来 身后忽然传来了轰隆一声巨响 他猛地回过头 却发现自家的宅子已经倒塌 变成了一片废墟 周婷大吃一惊 不顾一切地冲向废墟 他的父亲还在家里 其身后的喜鹊见状 立马飞到其跟前阻拦 而周婷此刻才反应过来 原来喜鹊叫自己出门 是预感到了危险的发生 他悲愤交加 指着喜鹊大声呵斥道 你既然知道有危险 为什么不就跌跌 为什么 喜鹊仿佛听懂了周婷的话 也不再阻拦 而是扑扔着翅膀飞走了 周婷在废墟中找了整整一夜 终于发现了父亲 可他已经断气了 之后周婷才知道 原来那天夜里 云州一带发生了大地震 受灾严重 死伤无数 父亲的死对周婷打击很大 他整日以泪洗面 精神恍惚 好在村民们常常接激他 并不断劝慰 他才慢慢走出了丧腹的阴霾 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 恰巧这段时间 一个名叫清玄的年轻人 走进了他的视线 这个清玄本是襄阳人士 父母死后 他便跟着村里的长辈 当起了货郎 四海为家 来到云州后 他无意间结识了周婷 对他一见钟情 自那以后 他便对周婷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清玄为人实在 还是个热心肠 村民们都很喜欢他 并极力撮合他与周婷 自从父亲死后 除了好心的村民以外 清玄是第二个对他好的 周婷也渐渐被他的诚心感动 并与其走到了一起 二人婚后感情甚堵 清玄对其宠爱有加 可谓有求必应 周婷也在不久后 怀上了他的孩子 可奇怪的是 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 周婷的肚子依旧没有变化 仿佛没有怀孕一般 可郎中诊断了很多次 都能感受到喜脉 如此诡异之事 村民们也是第一次碰到 他们纷纷劝夫妻俩 去找个寺庙上炷香 听听讲经 以防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 清玄道十分镇静 并安慰妻子 一定要放平心态 还主动承包了家里的 所有脏活累活 有清玄在 周婷也不再担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村民们甚至渐渐遗忘了 周婷怀孕的事 就连周婷自己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郎中勘诧了 眨眼间三年过去了 周婷的肚子终于有了反应 甚至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夫妻俩又惊又喜 可天有不测风云 云州一带 却忽然爆发了瘟疫 这场瘟疫突如其来 且感染率极高 发病周期也很短 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高烧不退 全身脱水 且不出一个月都会痛哭死去 各地的郎中纷纷前往支援 却始终找不到根治的办法 清玄和周婷已经十分小心了 可周婷还是不慎染上了瘟疫 而她又是孕妇 这无异于宣判了两个人的死刑 眼看到了临盆的日子 没有一个产婆愿意帮忙 清玄没办法 只好亲自上阵 为周婷接生 幸运的是 周婷的病还不算严重 临盆时意识也很清醒 接生过程十分顺利 伴随着一道啼哭声响起 夫妻俩终于松了口气 事后 清玄想把孩子抱到其跟前 周婷却立马摆手拒绝 让二人出门 她可不能让刚出生的孩子 就染上瘟疫 清玄却并未在意 而是笑着将孩子抱到了她的跟前 当周婷看到孩子的一瞬间 顿时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孩子全身长满了青色的羽毛 额头处还有一个红点 模样极为怪异 可丈夫清玄却一脸宠溺地看着孩子 嘴里还不断嘟囔道 有救了 有救了 周婷刚想开口询问 清玄却迅速摘下了孩子身上的一根羽毛 放进了她的嘴里 并让她寒住 寒住羽毛的一瞬间 周婷感觉到一股清凉之意席卷全身 最后又全部凝聚到了嘴边 随后 清玄轻轻拿起那根被周婷含在嘴里的羽毛 这根青色的羽毛此刻已经全部变成了黑色 并在下一秒化成了尘埃 而周婷的烧也退了 并也全好了 周婷惊奇地看向清玄 清玄笑着将孩子递给了她 随即猛烈地甩动双臂 无数的青色羽毛瞬间长出 覆盖在了她的身上 而她的体型骤变 最后居然变成了一只青色的喜鹊 周婷则一眼认出 这就是当年从地震中救下自己 失踪的那只 原来 清玄的真实身份并非喜鹊 而是生活在西山之巅的神兽清庚 她在几年前下凡游玩 结果被几个熊孩子拿弹弓打伤 命悬一线之计 使周婷的父亲救了她 自那以后 她便一直陪伴在周婷的身边 为了报恩 她也发誓一定会保护好周婷 当时的清庚法力弱小 能够救下周婷已是极限 可这事却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为了照顾好周婷 她燃烧寿源 化作人形 改名清玄 来到了周婷身边 清庚拥有寓意的能力 可如今化作人形的清玄 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她也没想到云州会爆发瘟疫 幸运的是 他们的孩子继承了清庚原有的能力 在周婷肚子里待了三年 终于在瘟疫爆发之际降时 周婷听后大吃一惊 她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男人居然救了自己两次 之后二人摘下儿子身上的羽毛 成功治好了所有患者 阻止了瘟疫的继续传播 而失去羽毛的儿子 也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自那以后 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张天宝拿着手中祖传的屠刀 看着岸上待宰的猪 想起爷爷临终前 对自己再三嘱咐 让自己别杀猪 可如今母亲卧病在床 家中的银钱已经花完 只能把家中唯一的猪杀了卖掉来换银钱了 可是等张天宝把屠刀捅到猪心脏中时 他却后悔了 唐朝时期 一周有一户姓张的人家 他家本是屠户 但是自从张老汉的儿子死后 他们家就改行了 众人问起原因 张老汉只说屠户身上杀孽太重 对子孙不利 张天宝不懂 家中本来在镇上住得好好的 爷爷为何非要带着全家搬到村中落脚 还抱回了一头猪 爷爷对这猪很是上心 每天都精心喂养 精心的程度 比对他这个孙子也不差什么了 甚至在去世时 还特地交代他 千万不要杀猪 张老汉不再做屠夫 是从他儿子意外亡故之后 那时张天宝十二岁 已经开始学杀猪 但爷爷责令他不许再做 张天宝不知这是为何 但抵不过爷爷的威严 于是只能改行做了侨夫 搬回村三年 爷爷就病故了 家中的银钱花去了大半 爷爷去世半年 母亲又病了 家中的钱财花完 也没治好母亲的病 因此张天宝只能不顾爷爷的嘱托 把家中唯一的猪杀了换钱 给母亲抓药 张天宝拿起杀猪刀 就朝着岸上的猪砍去 可能是因为几年没上手 再加上学艺不经 张天宝第一下砍偏了 刀砍到了猪腹上 然后他拔起刀 又朝着猪心脏砍去 这次一刀就砍中了 烟红的鲜血流了出来 张天宝不再动作 静静地等猪放肝血死亡 就在这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张天宝看到猪的身体 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男人的样子 那男人胸口正在往外流血 而那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父亲 张天宝不敢置信地 看着这一幕 直到那个男人 有气无力地喊自己的名字 才回过神来 张天宝扑到父亲身上 眼泪流下来 焦急地捂着他出血的胸口说 要去请大夫 可父亲拉住他 摇摇头 说要给他讲个故事 说完 也不等张天宝回答 就物字讲起来 张家的屠夫生涯 是从张天宝爷爷那一代开始的 张天宝的爷爷名为张无极 他年轻时曾是个乞丐 后来跟人学了一门屠宰的手艺 为了多攒些钱财 张无极经常到多家饭馆帮人宰猪 每天做到很晚 就这样一直干了十年 有了些积蓄 张无极就自己开了肉铺 做起了生意 后来成婚生了儿子 张无极在儿子小时就教他杀猪 等儿子长大后成了优秀的屠夫 本来一切都很好 可惜 有一次张无极父子俩正准备宰杀一头猪时 那猪突然全身泛起红光 周围出现无数猪的叫声 红光向张无极父子俩扑来 张无极被儿子推开 儿子却被红光扑了个正着 等红光退去 张无极就见地上多了一头猪 而儿子的衣服掉落在猪旁边 张无极把猪抱起来 不确定地叫儿子 那猪眼中流出泪来 张无极赶忙带着猪去城外的流光灌 求见一本道人 道人看过猪后 告诉张无极 那就是他的儿子 他儿子是被怨灵附身了 那红光是张无极他们曾宰杀过的猪的怨灵所形成的 不但人死后会有怨灵 猪死后也会形成怨灵 只是猪的怨灵往往力量很小 但是多个怨灵聚集在一起 力量也是很强大的 怨灵附身人体 人就会变成怨灵的本体 除非死亡 否则永远变不回原身 现在张无极儿子变成了猪 除非杀了他 否则他是不会变回人的 还有被怨灵附身的事 不能告诉别人 张无极儿子不死 怨灵就不会消 告诉别人会让怨灵缠上那人 当然道长法术高深 自是不怕的 而张无极见过怨灵 虽没被附体 但时日也已经无多了 张无极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他知道自己死后 孙子若是不能干屠夫 那家中积攒的钱财 很难维持一家人在镇上的生活 于是带着家人回了村中 案板上的男人 气喘吁吁地对张天宝说完这番话 他的鞋也要流干了 他苍白着脸 交代儿子说他就要死了 那些怨灵也将消失 让儿子不要伤心 与其作诛 还不如就这样死去 他早就想死了 是张天宝爷爷不愿 所以才会拖到如今 现在他可以去地下陪张天宝的爷爷了 让张天宝以后切莫杀生 说完就去了 张天宝没想到 死去多年的父亲竟还活着 可是还来不及高兴 父亲就又去了 张天宝只能哽咽着 对着父亲的失守承诺 他绝对不会杀生 后来张天宝有了儿子 他教导儿子 万物皆有灵 万不能轻易杀之 唐朝时期 汝南有个叫董天宝的年轻货郎 他正值勤劳 心地善良 董天宝七岁时便失去了父母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他心怀感恩 经常帮助父老乡亲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们都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董天宝十九岁那年 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 娶了妻子袁小燕 袁小燕生的温柔可人 性情样貌都不错 他进门以后 与董天宝夫妻恩爱 相处得极为和睦 可是让人们没想到的是 袁小燕嫁给董天宝的第二年 就守了寡 董天宝去乡下卖东西的时候 遇到一个恶霸欺负一个老汉 他看不过去 便帮那老汉说了两句公道话 没想到因此惹怒了恶霸 恶霸竟将董天宝活活打死了 袁小燕因此成了寡妇 袁小燕得知丈夫惨死的消息 想要给丈夫报仇 可是那恶霸因害了人命心中害怕 早就逃走了 袁小燕只得将丈夫的尸骨领回家 将其妥善安葬 袁小燕很舍不得丈夫 自从丈夫去世以后 她每日都会到坟地拜祭王夫 时常陪伴王夫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家 那日袁小燕又去坟地祭拜王夫 她走到王夫坟前时 意外发现王夫坟上握着两条白蛇 那两条蛇看起来比盖房的柱子还要粗 袁小燕从没见过这么粗的蛇 一时间吓得不敢靠近 没想到那两条白蛇 却发现了袁小燕 他们昂首看着袁小燕 一字一句地说道 今晚就把你丈夫的坟挖了 袁小燕听到白蛇说话 知道这两条蛇不简单 她心中极为害怕 吓得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 袁小燕回到家以后 想起白蛇的话 越想觉得不对劲 那两条白蛇为何要挖丈夫的坟 难道他们与丈夫有什么恩怨 袁小燕思来想去 决定天黑后去丈夫坟前看看 她出门之前还拿了一把剪刀藏在怀里 若是那两条蛇对丈夫的尸骨做什么 她拼死也要护住丈夫的尸骨 袁小燕来到坟地的时候 那两条白色大蛇已经挖开了丈夫的坟营 袁小燕小心藏在暗处查看 发现那两条白蛇打开了丈夫的棺材 还将丈夫的尸身从棺材了驮了出来 令袁小燕感到奇怪的是 这么多天过去了 丈夫的尸身依然往完好无损 并没有腐烂 白蛇将董天宝的尸身从棺材里拖出来以后 袁小燕就看到一道金光飞进了丈夫体内 接着袁小燕就发现董天宝死而复生了 袁小燕看到丈夫死而复生 只觉得又惊又喜 她固步地害怕 急忙跑过去抱住丈夫 含泪问道 你怎么又活了呢 这么大的喜事 为何不告诉我 我托白蛇告诉你了 可是你听到白蛇说话太害怕 没等白蛇说完话就离开了 董天宝笑着对袁小燕说道 其实我这次能死而复生 也多亏了这两条白蛇 原来这两条白蛇是夫妻 五年前 董天宝去乡下卖东西的时候 遇到了这两条白蛇 当时母蛇有些难产 恰好董天宝从附近经过 公蛇便向董天宝求助 在董天宝的帮助下 母蛇才顺利生产 这对蛇夫妻一直牢记着董天宝的恩情 当他们得知董天宝被人打死的时候 便施法保护董天宝的尸身不服 又找到那恶霸为董天宝报仇 蛇夫妻还带着那恶霸的亡魂 到地府为董天宝求情 阎王翻阅生死簿 得知董天宝是个好人 经常做善事 并且董天宝的阳寿还未尽 于是阎王爷便开恩让董天宝还阳 他还给董天宝加了十年阳寿 至于害死董天宝的恶霸 阎王爷便将他打入畜生道 盼他实事投胎成猪 袁小燕听董天宝说明真相 知道着这两条白蛇救了自己的丈夫 立刻对着他们行礼道谢 白蛇夫妻看到董天宝与妻子团聚 便告辞离开了 董天宝则跟着妻子回了家 此后夫妻俩生儿育女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清朝末年 长江边上住着一个叫王远翰的捞诗人 他自幼失去父母 因家境贫寒 实在活不下去了 不得以拜了一个姥姥诗人为师 跟着他从事了这一行 王远翰生得相貌丑陋 身材矮小 却极有力气 他跟在师父身边 学习了不少本领 可是从事捞诗人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只要提起自己捞诗人 人们就会感到害怕 因此即便王远翰赚到了钱 他仍然没有娶到妻子 王远翰孤孤单单地到了四十岁 那年秋天 王远翰看到同龄人的儿子都要成婚了 他想起自己年过四十还不曾娶妻 心中烦闷 就去了镇上的小酒馆喝闷酒 一直喝到月上柳梢 才醉醺醺的往家走 王远翰当时只觉得十分困乏 只想尽快回家睡觉 便抄近路走了最近的小路 可是他忘了那条小路附近 有个乱葬岗 据说那片乱葬岗周围非常不太平 经常有鬼怪出没吓人 当王远翰走到那片乱葬岗 被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鬼拦住去路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自己走到了这条不该走的路 王远翰看到那青面獠牙的男鬼 吓得酒醒了大半 他虽然经常和死人打交道 却从不曾见过鬼 他心中害怕 想要转身跑走 可他的脚却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样 根本无法挪动 王远翰害怕恶鬼伤害自己 正想着该怎么才能逃走时 却见恶鬼笑眯眯地走到他面前 客气地询问他 王远翰 你愿不愿意移民去地府 王远翰不知道眼前的恶鬼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但是他知道移民去地府就是死路一条 他想也不想地摇头拒绝 却听那恶鬼继续说道 你先不要那么快拒绝 我带你去地府看一看 或许你会改变主意呢 恶鬼并没有给王远翰拒绝的机会 只见他扛起王远翰 直接走到乱葬岗附近的一棵大柳树下 对着柳树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那柳树下就出现了一团黑雾 恶鬼扛着王远翰走进黑雾 就进了地府 王远翰进了地府以后 发现这里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地方 不管高矮胖瘦 美或者是丑 只要勤劳干活 就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也能成为美貌少女们心目的男神 只不过在地府生活 没有人间繁华 也无法去往阳间享受阳光 王远翰到地府以后 被这里的生活方式吸引 他心想反正自己无牵无挂 即便来到地府生活 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便决定留在地府生活 因阳间的人到地府生活 需要和地府的鬼互换身份 于是王远翰就和恶鬼互换了身份 此后他离开自己的肉身 灵魂入住地府 住进了恶鬼在地府的房子 此后 王远翰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 他在地府娶妻生子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见谁都说 自己移民到地府 真是赚到了 至于将王远翰骗到地府的恶鬼 他却毁得肠子都轻了 将王远翰带到地府的恶鬼 叫王劳悟 他因生前作恶多端 死后也无法转世投胎 一直被困在地府生活 他厌恶了在地府一成不变的生活 一直想与活人互换身份 这样他就可以这个活人的肉身还魂 在阳间生活 王劳悟偷偷到人间 物色人选的时候 时常听到王远翰抱怨 人间生活无聊 才将王远翰扛到地府 想要骗他与自己互换身份 没想到王远翰真的同意了 可是 王劳悟到了人间 顶替了王远翰在人间的身份后 却后悔不已 原来王劳悟借王远翰的肉身还魂 顶替了王远翰的身份后 虽然能在阳光下生活 却发现王远翰的身份 在人间非常受人嫌弃 在人间 赚钱是非常困难的 并不是辛勤劳动的人 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他再也不能像之前在地府一样 过上吃喝不愁的生活 因此没过多久 王劳悟就后悔了 他想与王远翰换回身份 可是王远翰却不愿意了 王劳悟辛苦将王远翰骗到地府移民 结果却害了自己 可是他后悔也晚了 毕竟世上没有后悔要 明朝时期 苏州有个叫叶雄的的富翁 他膝下有三个儿子 却个个不争气 大儿子沉迷赌钱斗鸟 二儿子每日花天酒地 三儿子只知贪玩享乐 叶雄的只要看到这三个儿子 就会气得火冒三丈 眼见三个儿子都无法挑起家族大梁 叶雄的每日愁得食不知味 叶不安寝 他有心管教三个儿子 可是这三个人整日在外面鬼混 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 即便他们回家 也会躲着叶雄弟 叶雄的见不到儿子 自然无法管教他们 叶雄的为三个儿子操碎了心 想尽办法 想让三个儿子改邪归正 却没有任何效果 就在这时 叶家的管家王成为 他想了一个主意 他表示自己听说 城里来了一位先锋道鼓的道士 人称玄珠子 玄珠子道长法力高强 神通广大 或许他有办法帮助叶雄的解决问题 叶雄的对王成极为信任 他听了王成的话 立刻将玄珠子道长请进府内 玄珠子道长在叶家转了一圈 又去叶家的祖坟看了看 才神色严肃地对叶雄的说道 叶家三位公子不思上进 问题就出在叶家祖坟 玄珠子道长表示 叶家祖坟的位置本是极好的 却只能兴望到叶雄的这一代 若是叶雄的想让他的三个儿子有出息 就必须另则一块宝地 将叶家的祖坟迁过去 再做一场大法事 往后叶雄的的三个儿子就会改邪归正 叶雄的见玄珠子道长说得言之早早 便信了他的话让玄珠子道长重新找了一块宝地 并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准备将叶家祖坟迁过去 没想到迁坟那天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叶雄弟迁祖坟那天 下人们刚将叶家祖先的棺果从地下挖出来 一条大白蛇就缓缓爬到了叶家祖坟 他拦在路口 昂首看着叶雄弟 死活不愿意让路 似乎在阻止叶雄弟迁祖坟 叶雄弟见那条蛇拦住了叶家迁祖坟的队伍 便看向玄珠子道长 用眼神询问他该怎么办 玄珠子道长却认为迁坟出现白蛇不吉利 直接让人将那条白蛇打死了 白蛇死后 叶家的祖坟顺利迁移 不料叶家祖坟迁移后的当天夜里 叶雄的静梦到了死去的父亲 王父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道 不孝子 你断了我的轮回路 原来那条白蛇是叶雄的父亲的亡魂所化 他变成白蛇出现 就是为了阻止叶雄的迁移祖坟 被人欺骗 王父告诉叶雄的 玄珠子道长虽然打扮得先锋道鼓的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士 而是王成请来的江湖骗子 他让叶雄的迁移祖坟 就是为了从叶雄的手中骗钱 三个月前 叶雄的为了教育儿子改邪归正 就断了给儿子们的零花钱 三个儿子手中没有了钱财 后来就收买了管家王成 又想出了迁移祖坟的主意 并请来一个江湖骗子 劝说叶雄的迁祖坟 因迁祖坟需要不少银钱 王成故意夸大银钱用度 帮助三位公子从叶雄的手中骗了不少钱 叶雄的的父亲还表示 他们打死了那条白蛇 害得他的王魂背上一条命 他下辈子就无法转世为人 若不是叶雄的要迁祖坟 他也不会出现阻拦 这次迁坟分明是断了他的轮回路 害得他无法转世投胎成人 王傅说明真相以后 便叹息着对叶雄的说道 我和你的祖先们都是已经死去的人 埋葬我们尸骨的地方 如何能影响你孩子的前程 你自己不好好教育孩子 却信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叶雄的梦醒以后 仔细思索着王傅的话 觉得十分有理 他见窗外已经天色大亮 先是吩咐人言行审问珠子道长 他本就是个江湖骗子 受不住刑 很快承认了王诚请自己来行骗的事实 并签字画押 叶雄的派人将玄珠子道长送去官府 又让人将管家王诚找来 询问千坟的真相 王诚本不愿意承认 可他看到玄珠子道长的口供 知道事情已经暴露 只得承认了 叶雄的念在王诚在叶家伺候多年 只是将王诚赶出了叶家 随后他让人将三个儿子关起来严厉教导 这一次叶雄的并没有心软 他非常严苛地教育着三个儿子 最终帮他们改掉坏毛病 让他们明白了自己的良苦用心 三个儿子也都改邪归正 成为了非常出色的人 清朝时期 济宁的一处山头上有个道观 观里有个一本道人 他在下山斩妖除魔的途中 受到一户贫苦人家的委托 将一名叫做王文玉的男婴带回道观 并抚养长大 一本道人原想传授王文玉道法 将他培养成人才 可王文玉从小就不服管教 在王文玉十六岁那年 偷了香客的二十两银子 一本道人得知此事目不可遏 王文玉又不肯服软悔改 一本道人便将他赶出了道观 那时的王文玉没有傍身的手艺 只能流落在街头乞讨 无意中发现村民都笃信道教 便偷来一件道袍披在身上 果真受到了村民的热情招待 可王文玉的野心不止于此 他在村庄里游走时 又听闻有些村民说 想要长生不老 王文玉从小在道观长大 对道士们炼制的仙丹也略有耳闻 他又偷来炼丹炉 用些泥和草混合成丹丸 对外宣称吃下一枚这种丹丸 便可增寿十年 将这种丹丸带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兜售 凭借着王文玉那三寸不烂之蛇 很快糊弄住一批迷信的村民 都赶着来吃他的仙丹 王文玉最初没有收费 只顾着发放给村民提高名气 直到家家户户都知道他的名号后 他才开出很高的价码 卖的几百两银子便准备携款走人 村民吃下仙丹后 身体没有产生任何有益的变化 反而逐渐面黄肌瘦 上土下泄 甚至有人身体不堪重负身亡 村民很快意识到上当受骗 要找王文玉算账 却没有发现他的人影 便将这件事上报到了衙门 衙门即刻派人缉拿王文玉 王文玉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待 逃到了杳无人计的山上 发现不远处有个少妇 容貌清秀 他走上前和少妇搭讪 得知少妇叫刘新阳 家里的婆婆误食了仙丹 正缠绵病塌 想吃蘑菇 少妇便特意出来采摘 王文玉脸哄带骗地 将少妇往深山老林里带 不知不觉中走到了那座道观 正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她谎称自己手中 有能治疗婆婆的金丹 就放在道观中 让少妇跟她到禅房去拿 就这样把少妇带进了禅房 而后王文玉便露出了 她原本的面容 关好房门便开始宽衣解带 要朝着少妇扑过去时 少妇两眼突然变得心红 脸上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她说道 你抬头看看 王文玉对少妇戒备心不强 不慌不忙地抬起头 下一瞬却直接呆愣住 半空中有条毛茸茸的尾巴 一端连接着少妇裙下 一端正朝着王文玉身来 少妇是只九尾狐妖 她两年前才化为人形 嫁给了一名人类男子 婚后和丈夫过着安稳的日子 婆婆就突然生了怪病 少妇暗中打听了一番 才得知王文玉的恶行 不仅在村里骗取过银两 还玷污过不少良家妇女 少妇也没想过会这妖巧 会在山上碰见她 王文玉被吓得浑身冒冷汗 嘴巴张德能塞下两颗鸡蛋 她反应过来后立刻朝着房门跑去 可无论她怎样踢踹 房门就是打不开 她绝望地转过身正对着少妇 跪在地上把脑门磕出了血 不断求饶 依然不能让少妇对她心软一分 少妇直接用尾巴将她卷到了半空 搅碎了她身上的骨头 而后便跳窗离开了这里 四日清晨 有来禅房打扫卫生的小道士 发现了王文玉的尸身 连忙把这件事禀报给一本道人 一本道人无奈地摇摇头 将王文玉的尸身妥善安葬 随后把王文玉的事情告诉了她的父母 父母都是庄稼汉 家里的孩子多 倒也不缺王文玉一个 况且王文玉生前作恶多端 连一本道人也管输不了 父母也就没有怪罪一本道人 而少妇在解决掉王文玉后 立刻带着才好的蘑菇回了家 她从来没有对外面透露过 她是九尾狐的事情 离开前她也收敛了自身的妖气 就算道行高深的一本道人 也没有发现王文玉的真正死因 不过少妇依然不放心 总觉着有道士会来报复 她也不想再滋生事端 便和丈夫以及婆婆收拾完家里的物品 连夜搬到了她的老家清秋 一家人在那里过得很幸福 清朝时期 江苏省金潭县有个较力量采的人 本来姓曹 是顺志甲五年的举人 她这个举人还是入赘得来的 中举前救了当地富商落水的女儿 两人相好成亲 岳父花重金打点关系 才让她中举人 勿须年间 报考近视 李亮才充满信心 认为这次自己逢考必过 等考试时间到了 众人纷纷前往赶考 因为考试是在晚上进行 所以环境有些昏暗 桌上都点着蜡烛 李亮才入座 奋笔集书间 恍惚看见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身穿白衣 满脸血污 挺着肚子飘然进入考场 李亮才以为自己看花了眼 揉眼间 那女人静到了李亮才的座位前 那女人的面容 哪里还是人 惨白无血色的脸 夹杂着乌青 脸颊还生着尸斑 双目圆睁 死死盯着李亮才 这根本就是厉鬼 女鬼直扑她的座位 吹灭桌上点燃的烛火 而且伸出腐烂的双手 按住李亮才的试卷要夺去 李亮才急忙用双手按住不放 试卷没有损坏 女鬼嚎哭而去 考场上的其他考生 也都听见女鬼的哭声 李亮才更是惊慌失措 过了一会 女鬼又来了 直呼李亮才姓名 并且大骂道 你污了我的明节 还害了我们的姓名 像你这样没有人性的畜生 举人已不够资格 还想考进是吗 李亮才不堪其扰 只得提前退出考场 兴兴离去 回到家缩在床上 不敢睡觉 二更天 她熬不住困意 倒在床上睡去 可又看到那个女鬼 恶狠狠地盯着她 这次她拿着李亮才的卷子 撕个粉碎 李亮才大叫一声 从床上爬起 鞋子都顾不上穿 连滚带爬地跑到当地的城隍庙 深夜时分 庙门紧闭 李亮才偷偷翻墙进入大殿 看着城隍老爷和其他神明的塑像 他才悄悄松了口气 靠在角落里睡着了 恍惚间看见身旁围绕着几个高大的身影 手里拿着钢叉铁链 他睁大眼睛 看见一个身影长着牛头 另一个长着马面 还有些轻面獠牙的鬼族 李采亮意识到自己遇见阴差了 牛头恶狠狠地问他是不是李亮才 他点头称是 哪只马面拿着铁链缠在他的身体上 拖着他就走 李亮才被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转身呼喊 城隍老爷救他 可他接着看见城隍爷的神像活了 站起身怒斥他 就这样他被拖出城隍庙 跟着牛头马面走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看到面前有座庞大的城郭 上面的牌匾上写着封都城三字 他意识到自己来到了阴曹地府 不解的问身旁的阴差 自己阳寿未尽 为何要到地府来 牛头马面不语 催促他赶快赶路 他只好拖着身子继续往前走 等来到处气势威严的大殿外 牛头马面显得很毕恭毕敬 对着店内作衣 接着店门自动开启 牛头马面将李亮才推进大殿 转身离去 李亮才看着店内景象大惊失色 店内阴森可步 角落里点着惨白的光竹 照耀大殿内几百个身穿黑甲 面目猙獰 轻面獠牙的鬼将 恶狠狠地盯着李亮才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撕裂 两个巨大的鬼将推着他上前 宝座之上坐着个头部发光 身着古石衣冠的神明 神明开口问李亮才可否知罪 李亮才吻下心神 却回答自己清白无罪 神明面露不悦告诉李亮才 自己是阎王 李亮才阳寿未尽 本应在人是苟活 但他造下的罪孽深重 以至于冤魂怨气冲天 冲至丰都殿 自己决定亲自插手此事 严霸挥手 鬼族带一个女鬼上来 李亮才定睛一看 正是之前在考场上 耽误自己的女鬼 女鬼看到李亮才 恶狠狠地扑上来 被鬼将拉开 阎王让女鬼讲出冤屈 女鬼开口讲述 原来他生前未嫁时 李亮才曾与他发生不正常关系 可是后来李亮才另去 没有与他结婚 当时他已有十月身孕了 找上门去和李亮才理论 谁知李亮才假意赔偿他 把他骗到荒野 又亮出利刃 想要将其杀害 可李亮才怕妻子和岳父 得知此事毁婚 耽误自己前途 狠心将母子二人杀害 抛尸荒野 女鬼死后冤魂不散 大闹考场 又来到丰都告状 李亮才听罢十分羞愧 只能承认罪行 阎王说 你个活畜生 竟然干出这种事 亏你还读过四书五经 告诉你吧 你原本可以考上进士 可因罪孽深重 今生不得为官 并削减寿命 阎霸 阎王便下令鬼族 带他返阳 李亮才刚走出殿外 猛然惊醒发现 自己躺在城隍庙内 后来终日惶恐不已 没过多久 就因病去世 明朝时期 宿千多水 当地多渔民 上女秋月 如同邻居家的小伙 燕南飞是青梅竹马 自幼感情极深 并且秋月如长相温婉可人 燕南飞高大帅气 二人也是十分般配 在二人到了试婚年龄以后 两家人就为其定了婚期 可眼见喜事将近 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 就在前几日 燕南飞突然沉船溺水 等到被人捞上来时 其早已溺亡多时 身上还缠着鱼网 秋月如蚊子 整日以泪洗面 日渐消瘦 一日夜间 村里的光棍吴老汉 沿河溜达 竟看到秋月如在河边 唤喜衣物 吴老汉环顾四周 发现附近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根本没有人存在 于是他便缓缓地走进了秋月如 月光之下 吴老汉看着秋月如 凹凸有致的背影 不由得咽了口口水 所以悄悄地来到了秋月如的附近 趁其不注意 一把将其拖入了草丛 看着秋月如娇嫩的脸蛋 拼拼的身姿 吴老汉的内心激动极了 因为眼前的这一幕 他早已不知在脑海中幻想了多少次 如今终于实现了 就在这时 本是满脸惊慌 手足无措的秋月如 却突然笑了 他开口道 你看水下 吴老汉颇为不解 心想秋月如搞什么花样 不过 肉都已经到了嘴边 也不急于一时 于是 吴老汉就用双手死死地按住秋月如 接着颇为无所谓的 转头往水下看去 然而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差点没把吴老汉吓死 只见水面之下 缓缓地呈现了一个人影 待其凝食 其面部竟然是死去的燕南飞的模样 不仅如此 随后该身影就浮出了水面 借水组成了人参 而后满脸猙獰地看着吴老汉 吴老汉发出哇的一声惨叫 心中感到无比的惊恐 旋即松开了秋月如 转身欲逃 却突然发现 双脚无法挪动半分 吴老汉往下看去 只见秋月如正死死地 拽住他的脚踝 焦急万分的吴老汉 拼命想往外抽 但偏偏一时间挣脱不得 就在这时 燕南飞直接将吴老汉带入了水中 将其生生溺死 原来 吴老汉一直垂涎秋月如的美色 曾数次尾随秋月如 欲要将其玷污 但不曾想总是碰到燕南飞 他的计划总是被打断 近日 听闻燕南飞秋月如即将成婚的消息 吴老汉终于明白 为何能总是撞上燕南飞了 不过 他心中的极度之火 也因此熊熊燃烧 吴老汉想到 自己光棍了半辈子 连女人手都没摸过 而这年轻小伙 却可以迎娶自己垂涎多日的少女 心中恶念再也无法克制 于是 趁燕南飞独自出船之际 吴老汉偷摸地跟着出了船 见当时周围没人 遂跳入水中 利用锤子将燕南飞的船给凿破 使其沉船 而后用渔网蒙住燕南飞 使其空有一身好水性 却最终溺亡河间 临死前 燕南飞认出了吴老汉 只可惜回天乏力 燕南飞死后 吴老汉兴奋极了 心想这下子再没人能阻拦他了 于是 在燕南飞葬礼上 吴老汉假意哭丧之后 几次夜间 欲要潜入秋月儒家 将其霸占 但不曾想 秋月儒竟然每次都不在家 而这晚 吴老汉又是偷摸地 潜入了秋月儒家 没见其人 遂失望的在外散心 不曾想 竟发现秋月儒是每晚 都来到了河边换洗衣物 吴老汉见周边无人 遂色心大起 欲强占 而秋月儒之所以如此 其实是在前几日 偶遇了一位云游和尚 和尚见秋月儒太 过于思念顽固情郎 于心不忍 便教了秋月儒一个法子 说每日亥时到河边洗衣 等到第七日时 便能将燕南飞的魂魄 暂时召回 二人可于当晚暂时团聚 不过仅有一次 而今日 恰好就是第七日 燕南飞的魂魄归来之时 其身影刚至 便见吴老汉 遇对秋月儒下手 心仇旧恨加起来 使得燕南飞怒火中烧 遂直接将吴老汉 拖入水中溺死 而后 燕南飞同秋月儒团聚 期间将死因告知了秋月儒 秋月儒大惊 随后无比愤恨地表示 吴老汉死有余孤 最后 燕南飞魂入地府 轮回转世去了 而秋月儒则收拾行囊 离开了宿迁 陆小凤走在路上 看到几个小乞丐 正要走进一座荒宅 赶忙上前拦下 口中怒斥他们几个黄毛小儿 什么地方都敢闯 小乞丐们 看着眼前头发花白 身姿勾搂的老乞丐 皆是一脸不解 陆小凤冷哼一声 就向他们说起 自己年轻时夜宿荒宅的经历 那夜的经历记忆犹新 只因陆小凤差点小命不保 故事发生在唐朝时期 陆小凤一直在登州一带乞讨 那天他走得远了点 晚上找地方入睡时 看到不远处有一座荒宅 于是欢天喜地走进去 那宅子里杂草遍布 陆小凤随便找了一间房 进去入睡 半夜睡梦中 陆小凤隐隐约约听到 有锣鼓与鞭炮声 还有人说话的声音 陆小凤被这动静吵醒 睁开眼睛 就见自己睡觉的地方 变成了装饰精致的房间 陆小凤翻身从床上坐起 开门出去 看到院中的场景傻眼了 陆小凤看到院子中装扮一片红彤彤的 明显是主人家在办婚事 门口有丫鬟听到开门声 扭头看到从屋中出来的陆小凤 也不惊讶 客气有礼地请他前去观礼 对他说 今日府中公子娶亲 已经迎来了新娘 这会客人都在前厅 陆小凤迷茫地跟着丫鬟向院外走去 搞不清自己如何到了这里 等到了前厅 就见那里果然宾客如云 这里的客人穿着打扮都十分讲究 看喜宴的排场 陆小凤觉得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那些客人都穿着锦衣华服 而陆小凤一身灰袍还戴着补丁 陆小凤觉得不好意思待在这里 转身就想走 这时 里边敬酒的那老者 应该是这里的主人家 看到门口的陆小凤 手中端着酒杯就出来邀他进去 陆小凤拒绝不了这客气的老者 于是跟在他后边进去 进去后 陆小凤发现不光是老者 就连那些宾客 也丝毫没有看不起陆小凤的样子 他们亲切地与他交谈 陆小凤受宠若惊 就这样在这里待了下去 又过一会 门口传来喧闹声 陆小凤扭头看去 就见一对新人进来 男聚女美 非常登队 等他们拜过堂 主人家的老者 请他们去用喜宴 陆小凤跟在众人后边一同前往 陆小凤发现 宴席上有许多不知名的食物 散发出浓浓的香味来 等老者开口请客人们用膳 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吃 突然抬头发现大家都没吃 只好也停下来 那老者看到唯一吃饭的客人不吃了 连忙问他怎么了 陆小凤就问 为何大家都不吃 老者笑着让大家都吃 陆小凤看到那些客人 把饭菜放到嘴中 却皱起眉头 不解得又尝了一口 觉得真的是美味至极 陆小凤觉得这些贵人就是不一样 自己觉得好吃极了的东西 他们竟然如此嫌弃 接着也不管他们怎么难以下宴 只自己吃得欢快 突然 陆小凤听到空中传来雷声 那雷声镇的房子都颤抖了 陆小凤忙抬头朝天上看去 就见天空一片黑暗 没有一点星光 只怪这院子终点的灯太多 陆小凤都没仔细看天 看这情况像是要下雨 陆小凤转头朝身边看去 就见周围的客人 听到这雷声全都面色大变 不等他们有过多反应 更大的雷声传来 然后陆小凤就看到 天空破了一个大洞 一群穿着道袍的道士从空中遇见飞来 陆小凤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 主人家的老者见此飞快走过来 拉起陆小凤就走 陆小凤本能觉得不能跟他走 可是抵不过老者的力道 瞬间就被拖走了 没走多远 就被空中飞下的一个道士拦住去路 那道士嘴中力喝 妖孽 哪里逃 道士说完 就挥剑朝老者次来 老者飞身上前抵挡 不过几招就不是道士对手 然后那老者摇身一变 竟变成了一只黑色的狐狸 而陆小凤被他抓在狐狸爪子中 老者变成狐狸后 张口就朝陆小凤咬来 那道士抛出手中的力剑阻止 陆小凤被甩在了地上 尽管老者变成狐狸的样子 依旧不是那道士的对手 最后被道士一掌拍在地上 收进一个盒子里 而宴上其他的宾客也是如此 皆被收入盒子中 领头的道士看到瘫倒在地的陆小凤 过来告诉他 他误入了狐狸洞 这宅子不是陆小凤看到的那样是座荒宅 那都是那群狐妖变化出来的 那群狐妖作恶多端 以此法引人进来残害人命 道士已经追了他们好久 这次他们狐群中有人成婚 使用千里取物之法 盗取皇宫的精美食物 食物被盗 道士们第一时间就得到同门消息 因御膳房中留有狐狸的妖气 因此道士们循着气味追过来 狐狸们抓陆小凤 也是为了在喜宴上吃掉它 但是陆小凤吃了太多人类的食物 狐狸并不喜欢人类食物的味道 因此他们才没有在开宴后 第一时间吃了陆小凤 陆小凤为自己擦了一把冷汗 赶忙谢过道长的救命之恩 然后跟在道长们身后出了院子 再扭过头看 身后哪还有宅子 只有一片无尽的荒野 陆小凤对小乞丐们讲完 然后瞪着眼睛 问他们现在还敢不敢进去 小乞丐们纷纷摇头 陆小凤又立声叮嘱他们 以后这种荒宅少进 里面有什么妖魔鬼怪 谁也不知道 碰上了就是要命的事 看小乞丐们点头硬了 这才转身离开 元朝时期 幽州有个叫范典贤的书生 他在世时做了许多缺德之事 44岁那年就死了 不想死后 竟见到了阎王 范典贤跪在堂中 看着上方端坐的阎王 心中震惊 他没想到自己死后 还能见到阎王 正想着如何招呼 阎王目瞪着着他开口说 你这可恶的书生 生前竟坐下如此多恶事 不好好的惩罚你 你是不知悔改的 生前你急如此亵渎女子 那就罚你今生做女子吧 范典贤还来不及辩解 就被左右的恶鬼给拖出大殿 推入了轮回 范典贤捂着恶扁的肚子 紧紧蜷缩在角落里 他这辈子是个女娃 从小不被父母待见 等长到十二岁 家人看他出落得好 就把他买到了花楼换钱 给家中哥哥娶媳妇 范典贤对此很是不愤 可是没人关心他如何想 范典贤以为在农家 每天起的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的做活计 已经够累了 谁知道 真正的苦头还在后边 范典贤十二岁进了花楼 十五岁时 花楼的管事就让他接客 范典贤如何啃 于是他就被丢在这个黑屋子中 不给饭吃 就在范典贤饿得昏昏欲睡时 门口有人进来 是管事的妈妈带着几个壮汉 管事妈妈说让他们好好教自己之人事 说完就离开了 那几个壮汉上前来 范典贤当然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毕竟前世他也是有无数经验的人 当即就要跑 可惜他瘦弱的身体怎么会是壮汉的对手 事后范典贤就被逼着接客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范典贤觉得受不了了 他一个男子如何能受这等侮辱 管事的跟那些客人简直不把他当人看 每天被那些特殊癖好的客人折磨的遍体鳞伤 范典贤想寻死 想起自己前世最是喜欢折腾女子 此刻范典贤真的后悔了 这天晚上范典贤趁客人熟睡 偷偷悬梁自尽了 范典贤死后又到了地府 阎王看他受刑时间还没够 怒斥了他 范典贤赶紧说自己知道错了 阎王说他受惩罚的时间还没到 既然如此不想当人 那就当狗吧 于是两只恶鬼上来 把他拉出去投入了畜生道 范典贤只觉得背后被人一推 等自己站起来 就变成了一只狗 还是一只刚出生的狗 旁边有只母狗在舔他的身子 范典贤心脏抖了抖 想要离母狗远一点 可是身体的本能 让他控制不住的依偎在大狗怀里 范典贤默默流泪 等他长大一点 看到路上的时 心里知道那是脏东西 不能吃 可是控制不住的觉得他香 想张嘴吃 范典贤拼命忍住 后来范典贤觉得自己实在忍受 不住想吃时 于是又想死 可是想到上次自杀惹怒了阎王 这次要是还自杀 不知阎王要把自己变成什么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主意 当条疯狗 见人就咬 这样他们就会打死自己 这样应该就不算自杀了 最后范典贤咬掉了主人家儿子的半只耳朵 主人家把他活活打死了 范典贤死后又见到了阎王 阎王知道了他这事的作为 十分愤怒 骂他是恶犬 说既然他不想当狗 就在冰冷又潮湿的地下待着吧 于是第三世 范典贤成了蚯蚓 每天都生活在凝硬的土里 范典贤觉得自己在活埋自己 可是他依然改不掉蚯蚓的习性 就觉得土里很舒服 这次范典贤不敢再轻易寻死 他怕阎王再把它变成什么可怕的东西 于是就这么小心的在土里活着 还要时不时注意不被人类捉去喂鸡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这天天下大雨 范典贤被雨冲出了洞穴 一下被冲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 就发现自己与许多同类被装在一个黑漆漆的袋子中 后来他就成了鸡的盘中餐 这次范典贤在地府见到阎王 赶紧哭诉 说这次真不是自己寻死 求阎王放过他 他以后再不敢做恶事 阎王听后 知道这次确实不怪他 于是就警告范典贤 下辈子再敢做不善之事 惩罚就不会如此简单了 范典贤忙不迭点头答应 第四是范典贤又投生成了男人 这一事他努力上进 后来做了大官 终生都克己奉公 造福了一方百姓 成了人人称赞的好官 北宋少盛年间 苏州有个叫赵君泽的读书人 他每日刻苦读书 一心想考中功名 改写自己的命运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为了专心读书 他坚决拒绝了父母安排的婚事 赵君泽二十岁那年 考中了举人 父母见与儿子同龄的人都有了孩子 自己的儿子却还不曾成婚 却请来媒婆为赵君泽说了一门亲事 赵君泽虽然不情愿 却拗不过父母 只得将新娘迎进门 与他拜堂成亲 随之进了洞房以后 赵君泽却发现新娘露出了猪尾巴 赵君泽本是不愿意娶妻的 因此他进了洞房 掀开新娘的红盖头以后 甚至都没看新娘一眼 便拿起一本书 坐在龙凤红烛下看起了书 新娘看到赵君泽不理会自己 忽然抿嘴一笑 缓缓说道 傻瓜 你都不看看我是谁吗 新娘说着 起身在赵君泽面前转了一圈 赵君泽看着新娘熟悉的面容 又看到他背后露出的猪尾巴 忽然又哭又笑 他慌忙丢下书本 起身抱住新娘 寒泪说道 寒柔原来是你 竟然是你 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会成了我的新娘呢 原来新娘名叫寒柔 是赵君泽的恋人 他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娶妻 除了想要读书考中功名 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寒柔 赵君泽17岁那年 去山上游玩时 与美貌的寒柔相识 当时寒柔的手帕被风吹到了树上 是赵君泽爬上树 帮寒柔拿回了手帕 赵君泽对寒柔一见倾心 便经常与寒柔相见 两人相谈甚欢 都认定彼此是自己未来的伴侣 便私定了终身 赵君泽本想考中功名以后 便取寒柔为妻 没想到那天他去见寒柔的时候 一个过路道士发现赵君泽身上有妖气 便偷偷跟随在赵君泽身后 一路跟踪他找到寒柔 拔出宝剑要了寒柔的性命 直到寒柔死后 变成一只野猪的模样 赵君泽才知道寒柔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只野猪精 道士为自己杀了野猪精 而沾沾自喜 赵君泽则看着死去的野猪精崩溃大哭 他指着道士的鼻子破口大骂 寒柔虽然是个妖怪 却从没有伤害过别人 还经常帮助山路上的人们 他个好妖 你这可恶的道士 为何要杀了他 赵君泽大骂了道士一场 却换不回寒柔的性命 可那道士却认为自己没有错 他表示人妖殊途 寒柔身为妖怪 不去好好修炼 却出现在人间 落的这样的下场 完全是就由自取 赵君泽见那道士 如此冷心冷情 知道多说无意 便不再理会他 而是妥善安葬了寒柔 寒柔死后 赵君泽善心欲绝 他不在外出 每日将关在书房里好好读书 只因寒柔生前说过 要穿着赵君泽努力 正来的凤冠侠配嫁给他 他想正来凤冠侠配 即便寒柔已经死了 赵君泽为了考中功名 发愤读书 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寒柔 他也不愿意娶别人 便一直拒绝父母为他说亲事 后来他考中举人 父母已死向逼 他才不得已成婚 没想到新娘竟是寒柔 寒柔听赵君泽问起他 成为新娘的原因 便寒泪回报着赵君泽 说起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寒柔去世以后 亡魂一直未散 观音菩萨可怜寒柔 他念及寒柔生前做了无数善事 认为寒柔不该落得这样的下场 便去向阎王爷求情 让寒柔借师还魂 阎王爷看在观音菩萨的份上 让鬼叉找来一具 与寒柔长相相似的尸身 尸法让寒柔借师还魂 寒柔借师还魂以后 便成为了真正的人 为了帮助寒柔与赵君泽在许前缘 观音菩萨暗中牵线 帮了许多忙 寒柔才能成为赵君泽的新娘 至于寒柔背后的朱尾巴 也是观音菩萨暗中施法所为 就是为了让赵君泽认出寒柔 只要赵君泽能认出寒柔 朱尾巴就会自动消失 赵君泽听寒柔说明真相以后 往寒柔身后看了看 发现他背后的朱尾巴真的消失了 赵君泽与寒柔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后赵君泽考中功名 为寒柔赠来了凤冠侠配 他们生儿育女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苏州有个叫段贤安的美少女 肤白貌美大长腿 他七岁时失去了父亲 与母亲韩氏相依为命 韩氏为了照顾段贤安 吃了许多苦 随着段贤安渐渐长大 韩氏的身体越发不好 段贤安18岁那年 韩氏更是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 段贤安为了赚钱给韩氏治病 经常到镇上的一个大户人家洗衣上 以此赚些银钱 一日傍晚 段贤安从那户人家洗完衣上回家 走到半路的时候 段贤安忽然感到一阵尿意 他见四周没有遮挡的地方 只有不远处有一座荒废已久的破旧狐仙庙 便去破庙小姐 段贤安在破庙里方便的时候 意外发现破庙里的神像动了 他看到那神像别过了头 似乎不愿意看他 段贤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当 他担心惹怒神灵 便对着神像拜了拜 才转身出了寺庙 段贤安走出寺庙的时候 忽然感到身上一凉 他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身上的裙子竟然不翼而飞了 段贤安进破庙之前 裙子依旧好好的在身上 怎么会忽然消失了呢 段贤安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急忙回到破庙找自己的裙子 可他将破庙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都没找到裙子 段贤安身上只剩下一件裙裤 他这副模样根本没办法回家 他只能在破庙里等到天黑后 才悄悄回了家 段贤安回家以后 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对劲 便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说这件事 吓得脸色大变 他皱眉对段贤安说道 这件事太邪门了 明日一早 娘陪你找个高人看一看 段贤安看到母亲说的如此严重 心里有些害怕 当天夜里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直到后半夜才沉沉睡去 段贤安睡着以后 做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 在他的梦中 出现了一个长相俊美的陌生男子 那男子口口声声要对段贤安负责 让段贤安感到奇怪的是 那陌生男子的手里 就拿着他不见的那条裙子 段贤安梦醒以后 将梦中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后更加不安 他怀疑段贤安被鬼怪缠上了 正要拖着病体 带着段贤安去寺庙求救 不料一位高僧却主动找上了门 找上门的那位高僧是玄夜禅师 段贤安曾和母亲听过玄夜高僧讲解佛经 因此认得他 玄夜禅师进门以后 便对段贤安说道 老那受托上门 女施主 你欠下了风流债 原来那日段贤安去破庙小姐 恰好有位狐仙在那座破旧的狐仙庙里歇息 那位狐仙十分之礼 他不慎看到了段贤安小姐 觉得自己要对段贤安负责 才施法拿走段贤安身上的裙子 以此作为屏障 玄夜禅师说明真相以后 又对段贤安解释道 你梦中的那位男子就是狐仙 这位狐仙法力高强 早已位列仙班 他知道你是个孝顺名理的女子 对你心生爱慕 又怕你不相信他 才托我登门提亲 若你有意 老那便请狐仙现身 不管你是否答应这门亲事 都好好与狐仙说清楚 尽早了这笔风流债 段贤安听了玄夜禅师的话 猛然想起他在破庙小姐的时候 破庙里的神像转过了头 想来就是那位狐仙所为 段贤安听到那位狐仙有意于自己 便让玄夜禅师请出狐仙 决定与狐仙好好谈一谈 玄夜禅师将狐仙请了出来 狐仙将裙子还给了段贤安 并向他表明了心愿 段贤安看到狐仙彬彬有礼 对他情真意切 便同意嫁给狐仙 韩氏没想到自己会有个狐仙做女婿 他见狐仙待人真诚 也十分满意这门亲事 后来狐仙治好了韩氏的病 在韩氏的操办下 狐仙和段贤安举办了婚礼 此后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天红屏 优优独播剧场 庄稍空